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看过斗罗大陆的小伙伴们,想必你们都很喜欢大师与小刚 大师虽然是史莱克奇怪的老师,威望很高 但实际上他是个被命运捉弄的人 年轻时的他经历过三次情感破碎 一次是被驱逐出宗门,一次是得知自己的爱人竟然是自己的表妹 还有一次就是自己永远无法突破三十级 并且自己的武魂还是废物混落三炮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,罗三炮其实很强 大师不懂得怎么用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?其实罗三炮体内排出的气体 通过能够直接熏死魂兽来看,这种气体是能够直接燃烧的 所以罗三炮释放这个技能绝对不是熏这么简单 他的终极奥义是在烧,这个魂技其实不仅不弱,还非常的强大 即便是实力高于小刚的对手,被罗三炮烧上三次 要直接化成飞灰了,如果于小刚懂得这样操作 在罗二森林的时候,独斗罗就要被直接烧坏了 所以罗三炮不仅不是废物魂,还是一个顶级武魂 只是大师因为过度的自尊心,没有好好地思考罗三炮的妙用而已 其实很多强大的武魂,在刚开始的时候,看起来都是废物魂 这种现象非常常见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